日本天皇一家是世界上现全历史最悠久的皇室 并且获登陆到建历士世界纪录大传 纪录保持者是现任天皇得人 为第126代于2019年登基 超过100代的天皇一家实在不简单 在世界上著名的皇室有英国皇室 2022年9月8日查理斯三世登基为第40代君主 1066年来自法国西北部的洛曼公爵威廉 渡海征服了英格兰 作为威廉一世建立了洛曼皇朝 害藏了英国皇室 到目前为止有950年以上历史 而日本亦是历史最长的君主制国家 排第二的是丹麦 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965年 现任君主是格里克斯堡皇朝的第五代君主 马加列二世 持续了126代的天皇一家 而亦不能追寻确实起源的年份 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历史游长 考古根据有限 日本国内对天皇一家的起源 还存在很多讨论 至今仍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那究竟谁是最初的天皇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要找答案并不容易 参考日本最古旧的书籍 古事记和日本书记 公元前660年登基的神武天皇 被视为最初的天皇 不过这两本古籍里面有史实也有神话 有关神武天皇的记载涉及神话 例如神武天皇享年127岁 令人有点质疑 如果以神武天皇为标准的话 日本天皇家有2680年以上的历史 而可信性较高认为是实在的天皇 推册是公元313年登基第16代的人德天皇 除了日本国内的史籍之外 在鄰国韩国的历史里面都可以找到线索 高据例第19代国王好泰王留下了揭碑 名为好泰王碑 现在位于中国吉林省习安市 碑文里面有记载被认为是人德天皇的史籍 人德天皇的坟墓是在大阪界市的大先灵股墓 是世界上规模算大的坟墓 外观有点像锁匙洞 而不计外围只计锁匙洞的长度 长达500米左右 大先灵股墓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 白蚀鸟和股市股墓群的其中一部分 日本政府的工内厅不容许全面调查坟墓 所以人德天皇是不是真的安眠在这个坟墓 仍然有讨论的余地 而根据历史古籍 人德天皇享年143岁 直到现在他的事迹仍然是一个迷 而实际上日本发展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在公元645年的事 在之前的统治者被称为大王 到了673年登基的第40代天皇 天武天皇 是最初自称为天皇 于内良远的飞鸟池遗迹里面出土了一块木简 上面写了天皇的文字 这是考古学里面可以确认到天皇的文物 如果将天武天皇视为最初的天皇 日本天皇的历史就有1350年 与公元1066年开始的英国皇室 与公元965年已经有记载的丹麦皇国相比 日本天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60年 或者是公元313年 或者是公元673年 哪一个标准都好 都是世界上延传历史最悠久的皇室 天皇和国民有不少差异 令人惊讶的差异 可以算是天皇并没有自己的姓氏 可能有点难以想象 大部分人都会由自己的父母取得姓氏 例如动画大师公其进 公其就是他的姓氏 而天皇家最初是没有姓氏 姓氏的其中一个用途 是用来分别不同的人 天皇有特殊的身份 所以没有需要拥有自己的姓氏 现任的天皇是德人 而他的父亲 即上一代天皇是名人 这些都是他们的存名 现在天皇家的血统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到第26代的继体天皇 继体天皇于公元507年登基 血统一直传到到1500年之后 现在的第126代天皇 现任天皇住在东京 而以往的天皇曾经住在内梁 大阪、京都 例如大阪城和附近的大阪历史博物馆 这两个都是著名的观光名城 在旁边有一块空地 上面没有起高高的建筑物 这个地方其实是以往的宫殿 南波宫的遗迹 是七世纪和八世纪天皇宫殿的遗迹 在794年天皇迁都去到京都 直到1869年为止的1075年之间 天皇都是住在京都 作为热门观光明胜的京都寓所 在天皇于公元1331年至1869年 大概500年之间的居所 1869年明治天皇搬到去东京的江湖城 江湖即是东京本来的地名 江湖城现在多会被称为皇居 位于JR东京站的附近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 是众所周知的事 但法律上没有规定日本的首都 是哪一个地方 从前天皇所住的地方 习惯上会成为首都 明治天皇迁到去江湖 即是现在的东京 以东方之经的意思将江湖改名为东京 另一方面没有明确废除京都作为首都 法律上没有明文记载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 所以京都和东京都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的首都 不过现在天皇住在东京 加上中央政府都集中在东京 所以事实上东京比较合适作为首都 现任天皇得人 住在叫做皇居御嫂的建筑物里 而上一代退位的名人 搬到皇居大概三公里尺板的仙洞寓所 持续了千年以上的天皇家 曾经面对不少危机 在这里特别想介绍的是朝廷曾经一度分为两派 第八十八代的后初俄天皇在没有指名天皇继承人的情况之下加崩 有资格继承的有两个人分别是后初俄天皇的第三和第四个儿子 当时有权力的武士去调停事件 并且提议两个儿子和他的子孙轮扭造天皇 这个规定落实并采用到去到第九十六代天皇 第九十六代后堤湖天皇是后初俄天皇第四个儿子的后人 他和武士对立由京都逃亡去到南方内良院的吉野 同大家提及吉野是著名的上英名声 去到春天山坡都会染成一片粉红色 另一方面武士在京都拥立另一方 即是第三个儿子后人为光严天皇 在这个时候与南方内良院吉野的后堤湖天皇 和在北方京都的光严天皇同时是日本的天皇 这个时期就称为南北朝 在日本史上同时有两个天皇在任 只有南北朝 你可能会这样想 在京都的天皇处生于首都比较有利 如果不认同去到南方的天皇 那么南方的天皇就会漸漸灭亡 不过事有QK 其实就算有天皇家的血统 也未必可以成为天皇 要成为天皇的话 还要拥有三件神器 三件神器是在神话时代开始天皇已经拥有的宝物 分别是八指镜 天虫云剑 和八尺禽鞦玉 南朝的后堤湖天皇 拿着三件神器逃亡 而三件神器就是证明天皇正统的宝物 天皇在继承皇位时 同时会继承三件神器 所以没有三件神器北朝的天皇 不能够视为正统 不过之后京都的武士增强势力 在南朝的天皇手上收回三件神器 交给北朝的第一百代天皇 南北朝的斗争大约持续了六十年而闭幕 结果北朝的天皇收回三件神器 一直流传到现在 而途中北朝的天皇因为没有三件神器 所以第九十七至九十九代是南朝的天皇 第一百二十五代天皇在1989年登基的时候 一如常例举行了承计三件神器的仪式 不过天皇都没有亲眼见过三件神器的真面貌 而且在仪式里并不会用上所有三件神器的真身 只有在东京皇居里的八尺瓊勾玉是真身 八指镜和天重云剑都是接受过仪式的分身 八指镜的真身供奉在伊勢神功 而天重云剑供奉在名古屋的伊勢神功 三件神器都是源自神话 虽然说是有实物 但没有人知道它的真正由来 现在日本以首相为首的内阁来执政 直到以次世界大战为止 天皇作为一国之首有政治权 并且有权命令军队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 由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超和天皇透过电台广播 向国民宣布接受波磁坦公告 波磁坦公告即是日本表明投降的宣言 而这个广播称为欲音广播 在这里可以听一点 战后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 佔领了日本并作统治 天皇要承担怎样的责任成为讨论的焦点 由神话开始的天皇家 由超和天皇进行人之宣言 亲身否定自己的神格 并且立心重建日本 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 默克亚什为了避免在日本造成混乱 决定保护持续了千年以上的天皇家 和超和天皇 天皇就失去统治权 和军队的统税权 而成为日本的象征 1946年施行的《日本国宪法》的第一条里定了 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 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 这个地位是基于持有主权的日本国民的整体意愿 现任天皇在国内参与保存传统文化的活动 谈访再去 不会直接参与政治 而会参与相关的仪式 例如任命国会选出的内国总理大臣 即是首相 在法律正本上概图像 和颁布法律 在外交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例如2014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访问日本时 获得天皇在东京都的皇居里接见 可以和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皇室的天皇会面 对于爱国元首来说 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天皇一家为国家执行各种事务 所以每年由政府获取名为内庭费的款项 2023年度的内庭费是三亿二千四百万日元 大约是二百三十七万美金 内庭费里包括了天皇和他家人的日常开支 天皇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 初代天皇的神母天皇成为天皇之前 作为天照大神的子孙 从天下凡去到九州的高千岁 东征去到内良院 并且在疆园兴建了宫殿 登基成为天皇 当时七世纪的日本 各地有称为豪族的势力 神母天皇在其中建立了大和政权 之后大和政权压倒其他豪族 渐渐成为日本里的主要势力 将日本成立为一个统一政权的国家 不过天皇实际在日本执政的时期相当短暂 踏入八世纪的平安时代 身边的贵族和官僚 开始手握政治实权参与政务 去到十二世纪的年初时代 武士势力增大 武士的元乃潮开创了幕府 统治日本 在京都的天皇任命元乃潮为将军 但是自己不可以执政 直到十九世纪的明治时代 将军一直有更迭 但是他们都是代替朝廷来执政 天皇是朝廷之首 而将军就是幕府之首 即是日本曾经有两个政治体制共存 幕府手握实权 而朝廷就作为一个象征 史上幕府曾经有三个 分别是延仓幕府 和命为将军 可以拥有自己的权威来统治日本 加上不灭天皇就可以避免其他武士反乱的风险 而天皇受将军的监视 不可以拥有权力 而去到十九世纪 世界形势出了重大变化 美国的黑船来航 日本要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作交往 有必要以一个政权来做外交 经过内战之后 日本进入明治时代 天皇再次手握石权统治日本 谁知经过了和鄰国几个战争之后 军部势力增大 而军部实际上统治日本 导致日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总结来说 天皇统治日本的时间并不长 反而主要作为象征为日本带来安定 配合上祖国的天然条件 天皇家就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皇室 那天皇家会持续到何时 皇位是以西习制来继承 按照现行法律 皇族里没有男孩出生的话 天皇家将会面对绝后的危机 现在天皇是第126代的得人 三个皇族成员拥有皇位继承资格 按照继承次序 有秋小公文人亲王 游人亲王 和常陆公正人亲王 估及50年后或100年后的天皇家 确实令人有点担忧 其实以前是容许女性做天皇 在史上有十代总共有八位女性天皇 有最初的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 于592年登基 而最后是第177代的后英丁天皇 于1762年登基 女性天皇一般是因为皇太子年幼 而暂时担任天皇一职 之后皇位会回到男性手上 不过现行法律不容许女性做天皇 日本国内不断有关于皇位继承的讨论 但还未有一致的结论 随着现今社会 人权和LGBTQ等等的价值观急速变化 天皇家或需要在保存悠久历史的同时 亦都要跟随时代变迁而作应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